欢迎来到欧可玩乐园 今天我们请到管 我的一位好朋友 他的职业是主持人 也是个很资深的音乐爱好者 不要叫你自己大叔 你是大哥最多 来我们欢迎管自己介绍 谢谢 谢谢你 我真的是大叔 今年都快60岁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很多时候会停留在80年代 甚至70年代 不过因为今天是您的节目 我就不要再往后推了 不要到70年代 可以介绍我们听歌的 没问题 好 改次有机会的话 我就会跟大家介绍 更多关于70年代的一些事情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人 其实曾经也是我的所谓的偶像 因为在他当红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多人很多人的偶像 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称号叫做男神 不过如果是当今的话呢 他肯定是一个男神 当时他是很多女生们的所谓的白马王子 对了 因为他真的是很红 好帅耶 真的很帅 我们在讲谁呢 其实 当年在荧幕上真的很少看到所谓中美混血 根本没有 又高又帅就是 对 我们在聊的就是肺翔 那为什么会想起肺翔呢 因为我觉得最近在新加坡娱乐圈 很轰动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那个Taylor Swift 那Taylor Swift跟肺翔到底会有什么 会牵理到肺翔呢 对咯 可是无可否认 我肺姐 肺姐 好 我先来解开你这个肺姐 OK 那无可否认的最近Taylor Swift在新加坡 是一个很轰动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真的是全民活动来的 你知道多少人去那边排队 在外面听他唱歌 而且在新加坡其实可以 一连开六场的歌手 没有 根本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就是很轰动 然后呢 我记得有一次在地铁上 竟然会看到几个小女生呢 在光天花儿之下呢 穿丁满猪片的这些短裙 我根本很惊讶 为什么白天会有这种穿着 后来才发觉原来这班人呢 是要去出席 Swifties 他们是Swifties 要去看Taylor Swift的这个演唱会 那我就会想到 其实我们这个华语的乐坛 在新加坡 有没有类似跟Taylor Swift这么轰动的 据我所知没有 就是有咯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了解 飞翔这个人物 这个应该是 before我懂事宜了 你还说我不是大叔 对对对 是发生着很久很久的事情啦 不过可能我们现在 有些朋友呢 对飞翔这号人物 不大熟悉 那我们先来介绍他一首 他当年就是凭这首歌呢 红遍港台 红遍东南亚的这首 为他量身定做的这首歌曲 也就是叫做 《榴莲》 我们来听一听 不是那个吃的榴莲 你要先讲 其实有一点关系 不过没关系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我待会儿再 好 榴莲榴莲榴莲 满天的荧光 洒向你窗前 使我想口感你心甜 整夜我留恋 在你的窗前 等候你掀起沙烈 榴莲榴莲榴莲 留恋留恋 留恋 留恋在你的窗前 扑面的月 向我的心 终夜奖着 与你相见 闪烁的行星 向我的心 更主动地 沉默的心灵 那欧可,这首歌曲《榴莲》,你觉得怎样? 嗯,我其实以前也蛮喜欢听它的, 然后我就知道很多榴莲档把它拿来做了广告歌。 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呢,有一个典故的, 因为当年为他制作这个专辑的是, 当时一个新晋的音乐人叫做谭建长, 他为他量身定做这首歌曲呢, 真的是有想到榴莲耶, 因为当年千飞翔的是新加坡的白带,EMI。 我会想台湾人怎么会懂得吃榴莲呢? 对,那个时候谭建长是EMI新加坡白带的制作人, 然后他们其实是新加坡的EMI千飞翔, 然后谭建长就为他做了这首歌曲, 我觉得他很花心思, 因为作为他的这个第一个专辑, 应该会有一首非常非常棒的一首歌曲, 他就联想到其实在新加坡, 我们的水果之王榴莲非常非常的受大家的喜爱, 他结果就写了这首歌曲, 那个hook就是一直有榴莲榴莲榴莲, 所以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见, 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然后飞翔就凭这首歌曲, 凭他这第一张专辑就红了起来, 那刚才hook你有提到说, 因为他是中美混血儿嘛, 他母亲是台湾人, 父亲是美国人, 所以他的DNA是非常棒的, 又高大又好看, 所以其实他红是有他的原因了, 而且以前流行, 真的很流行偶像派, 要高大英俊, 会不会唱另外一回事了? 他其实我觉得还唱得不错, 不过当年我觉得新加坡EMI 做错的一件事情就是, 为他开了一连三场的演唱会, 而且第一点是在当年的国家剧场, 真的是before my time, definitely is before your time, 然后有一点我要提到就是, 当年非常当红的歌星来新加坡登台, 只不过是在所谓的夜总会, 或者当时也是很流行的歌剧院, 就这样而已, 就是那种什么新世界, 还是什么大事情的? 那个是早期的, 那个是早期的, 我讲的是80年代, 那个时候有几家歌剧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就是有一个豪华歌剧院, 一个是历史歌剧院, 然后来登台都是大牌的, 都是好像刘文正, 凤飞飞, 江陵, 沈宴, 所以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说有一个所谓的个人演唱会, 没有这样子的所谓concept, 没有说, 没有, 甚至香港跟台湾那边也是没有, 所以你可以想象, 其实百代, EMI, 新加坡对飞翔的信心有多大, 其实如果我, 三场, 对, 其实如果我是 EMI的高层, 我也会这样子做,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红, 它的专辑卖得很厉害, 所以, 那你说是做错的, 为什么? 因为它怎么讲, 有爆满, 爆满, 所以我为什么会联想到Taylor Swift, 因为当时的情况真的是很疯狂, 街头巷尾都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在国家剧场那些歌迷是疯狂到, 甚至把那个玻璃门也推倒了, 甚至有种事情发生, 西加坡只有Hello Kitty做得到, 所以说在那个比较保守的年代, 是啊, 是啊, 当年, 这些女生会疯狂到那个地步, 你可以想象, 非常有多受欢迎, 不过我觉得其实, 你要开演唱会, 一场就OK啊, 他连开三场, 然后那个时候他只是发了大概是两张专辑, 所以, 不够歌曲吗? 第一, 我觉得不够歌曲, 第二, 我觉得经验也是不足啦, 所以他的表现结果就被媒体拿来做话题, 重点是你有看吗? 我没有啦, 我都说, 这样就可以first hand知道一下他到底表现如何, 不过呢, 说到如果说我当时的, 不是当时的, 我到目前的偶像是他的特别嘉宾的话呢, 我肯定会去, 其实这个当年也是媒体的一个话题, 因为他的特别表演嘉宾是,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位女生叫做胡云梦, 胡云梦都不是, 诶, 她是歌手吗? 问题就注意在, 她其实不是歌手, 那为什么请她来当, 不过她是那种, 应该是所谓大家的仙女级的那种偶像, 也是非常受欢迎啦, 所以他们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卖点啦,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呢, 我的偶像其实, 还没有讲到喔, 我的偶像其实是Tracy黄云, 那当年她跟费祥是同一家特别嘉宾公司, 那媒体就有一个疑问喔, 为什么不叫她? 为什么不叫Tracy来做特别嘉宾? 好奇怪, 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啦, OK, 后面有胡思, 我们就听黄露音的时候在讲费祥是吗? 怎么在讲费祥的时候会又扯到Tracy那边去呢? 你的心之所向, 没办法。 OK, 所以就是有嘉宾还有谁? 没有了, 我印象中只有胡云梦。 啊, 好奇怪, 真的好奇怪, 你也觉得他上台是来干嘛的, 唱歌啊? 对了, 当然是有唱歌啦,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说, 他飞翔, 他本身当年的歌艺还算OK而已, 不过你一年开三场耶, 到了第三晚他的嗓子真的是有一点累了, 所以这个评语就变成不好的, 对对对对, 不过无论如何他当年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奇迹, 当年大家都在注意高凌峰啊, 刘文震, 瘦点是在那个年代他居然可以卖满三场, 对对对, 不要讲说他有没有做到那个程度, 但是这一点已经很了不起了, 是是, OK啦, 姑且相信你啦, 当年的Taylor Swift, 是不是当年的Taylor Swift, 我就是想到, 其实当年飞翔的情况就是跟这个Taylor Swift, 因为那个疯狂程度, 真的是疯狂程度, 而且当年是没有Internet, 没有这种影响力之下, 他们还可以如此的疯狂, 只是单靠卖专辑, 跟飞翔来新加坡打歌做宣传, 因为真的现在追星很不一样, 因为太方便了嘛, 所以你要知道资讯什么什么, 哇, 这个社交媒体就一大堆啊, 所以说当年真的是一个Phenomenon, 我最近觉得飞翔好像是又在红起来, 是因为最近有在大陆拍了几部戏蛮红的, 对不对, 你说的没错, 不过呢, 有一点你不知道的, 它其实在大陆更早之前都已经很红了, 是吗? 我们讲的是三十多年前, 哦, 我以为它是现在才到大陆发展的, 不是, 不是, 你看, 当年他在港台跟星马发了专辑之后, 算是一个很红很红的一位巨星了, 嗯, 然后呢, 怎么会去到大陆呢? 其实他有一个情节, 你懂的这个情节是什么吗? 他妈妈是中国人? 真的, 嗯, 据我所知他妈妈是哈尔滨人, 不过很早呢就已经过去台湾了, 就那个年代嘛, 就是你选择在台湾还是, 就是选择离开中国还是, 所以其实费翔跟这个中国大陆是有关系的, 而且他还有家人在中国大陆, 也就是他的外婆, 哦, 所以他算是回家啦, 回去探亲啦, 对, 他就是在1986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决定去北京去找他外婆, 然后那个时候的电视台, 在中国的那个电视台, 就大概知道有这个人物啊, 叫做费翔啊, 在台湾, 在香港很红啊, 结果呢, 就邀请他上了他们的那个春晚的节目, 哇, 80年代上春晚, 很了不起耶,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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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就在那个春晚的节目, 他们也把他的外婆也请到现场, 结果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画面, 其实朋友们如果有时间, 可能我去YouTube找一下这个, 应该有吧, 有, 有, 然后, 费翔就把握时机, 把一些台湾非常红的歌曲呢, 就介绍了给中国大陆的, 他唱什么歌, 其实, 现在来讲的话呢, 其实是口水歌, 因为他是唱别人唱过的歌曲, 比方说, 他不是唱榴莲, 他们听不到榴莲, 奇怪的就是他没有唱榴莲的, 那反而呢, 选了文章的故乡的云, 然后选了高凌峰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然后, 你只要知道这个是, 这个是40年前的中国大陆, 其实是比较, 还是比较, 很保守的, 很保守的, 很奉励的, 对吗, 他们根本对他们中国以外的, 他去大陆分享新大陆, 真的, 真的, 让中国大陆的朋友发现新大陆, OK, 然后他就把这些, 已经很红红的歌曲的, 介绍给中国大陆听众, 我可以想象应该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因为他有阿玛摩这样, 然后跳一定是宰歌宰舞的, 这样迷倒全部, 又来了咯, 又来一群很疯狂的这些歌迷咯, 然后, 这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呢, 结果呢, 在中国大陆了, 红了起来, 肯定, 可是呢, 没有人知道, 他的原唱者是高临风, 他没有阿猪阿花在身边, 对, 反而是让肺翔红的不清不楚, 所以, 这是我觉得是他的那个, 这个娱乐圈里面的另外一个, 一个地方, 这很有趣, 其实真的, 如果朋友们有时间的话, 去YouTube找一下这个, 他当年上春晚的节目, 然后跟外婆在现场交流的那一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 可是这样又跑出一个新的问题哦, 因为那个时候的政治环境啊, 他去大陆就被封杀, 对不对? 对, 所以说, 如果你是飞翔, 你会怎么做呢? 你看, 你在台湾已经有这个很棒的一个基础了, 你已经发展了你的歌唱事业, 你已经很红了, 可是现在又有另外一条一条路给你走, 就是在中国大陆, 可是你要做选择耶, 就是因为那个政治的关系, 他必须要选择, 到底呢, 留在台湾呢, 还是在中国大陆。 应该赌他哦, 是no brainer来的, 你这样子就看得出他人是走心的, 嗯, 他就是为了要回去跟他的外婆团聚, 所以他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 有一点寻根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就愿意做这样子大的赌注啊, 因为他完全知道他离开台湾, 就是可能就是他们不会再接受他的, 哇, 这个不容易耶, 所以他就做了这个选择啊, 很佩服他, 结果下来的几年他都留在中国大陆发展, 因为他即使上了春文, 他也不能够保证他自己一定会在大陆红的嘛, 因为他这么不一样, 对, 他也不一定确定说那个就是他的事业可以在那边起飞,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赌注耶, 可是他就赌了这一把, 而且又是赢家, 因为他下来的四年呢, 在中国大陆发了很多专辑, 都是唱口水歌, 因为当年, 对啦, 可能当年他们没有没有很好的制作团队, 他甚至唱过很多首我的偶像的歌曲, 哈哈哈哈, 哎呀, 又来了, 不过他跟我的偶像是好朋友哦, 哦, 所以他其实做这个选择呢, 我觉得这部棋走得很漂亮, 因为他不只是给自己另外一个巅峰, 他也为后来的台湾演艺朋友呢, 铺了这个路, 对吗, 所以后来, 当然两岸之间的关系, 在后期所以比较好起来, 所以结果就演变成很多台湾的艺人都可以很容易的进出这个中国大陆, 可是当年未必是这样咯, 对, 所以他可能开创了一个这样子的潮流, 然后台湾人看到说, 原来大陆人也是可以接受他们的音乐, 你看当年出了飞翔, 其实有另外一个打入中国大陆市场的就是邓丽君, 可是邓丽君的做法就不一样, 他不敢, 是哦, 你看邓丽君其实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过, 是, 他只是他的歌有过去而已, 哦, 对, 对, 所以他就没有, 他没有奔他的bridge, 对, 可是飞翔真的很勇敢, 真的, 真的, 可是小邓也是不错啦, 因为你看, 他都没有亲自去打歌, 或者出现在中国, 可是他的歌就是红了, 他们甚至有一句话说, 白天听大邓, 晚上听小邓, 可是你要想邓丽君的音乐还是小调为主, 他是其实比较容易被大陆人接受的, 说的也是, 但是飞翔真的你想不到, 他阿摩牌的, 就是他的音乐是这么的, 然后第一首红的歌曲又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可是他们很需要这把火, 而且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 其实冬天里的一把火呢, 是一首英文歌来的, Sexy Music, 所以可以想象哦, 我觉得啦, 是飞翔, 也打开了另外一种, 对啊, 他们可能也就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这一块咯, 间接啦, 在听得懂歌词的, 当然接触到西方音乐,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让朋友们来听一听, 到底飞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好听呢, 还是原唱者高凌方的比较好, 好, 我们就来听一下,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刻,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 照亮了我, 我虽然欢喜, 却没对你说, 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的心窝,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刻,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所以, no brainer right, 冬天里的一把火, 水长得比较好听, 可是其实费翔, 我最佩服他的还是, 他能够以一个华人, 登上那个, Broadway musical的舞台上, 对对对, 你有做功课, 没有, 这个是我一直都觉得, 哇, 费翔好厉害, 因为他在中国红的那几年之后, 在1990年, 他竟然会放下一切, 然后飞到美国, 去纽约, 去上课, 去丰富他的音乐旅程, 所以我不知道他曾经在大陆, 所以我就真的是, 只是突然间听说他在美国发展, 他去唱musical, 哇, 这个很了不起哦, 其实如果你用graph来plot他的这个career, 你会觉得这个graph是会很多方面的, 你看, 他首先是在港台, 在新嘛, 港台红, 然后就在中国红, 然后在中国红的那几年呢, 他竟然又放下一切, 单身的跑去美国去进修, 而且不只是进修, 而且是上那种非常有分量的那种课程, 竟然可以唱andrew rottweiler的, 因为他要做musical, 他唱法其实完全不是他以前那种pop的唱法的, 对, 所以后来你说他的歌艺, 他有没有进步, 肯定是有的, 没有可能能够上那个musical的舞台了, 然后还不会唱嘛, 可是他在美国那段时间, 他其实也是有发了几张专辑跟musical有关系的, 那其中一张呢是用中文来唱那些musical, 那可能我是比较习惯听英文版的musical, 我总觉得怪怪的, 我今天也是选了一首呢, 就让你们决定到底会不会怪啦, 就是这个from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飞翔跟另外一位女歌手呢, 是用中文来唱出这首歌, 他唱中文, 然后那个歌手唱英文吗? 好像两位都是唱中文的, 我们来听一下吧, 这个歌曲叫做歌曲魅影, 就是Fant of the opera, 那我们来听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在梦魇中你我共鸣, 这里混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她真的是 又是她的演艺生涯中的 另外一个巅峰 另外一个突破 她是为什么要 把它弄成中文 她是要带回去 对 我觉得她有这个 私心说 要把这些音乐剧 介绍给 再带回中国大陆 介绍给那边的朋友 这一点她 我觉得她做到了 所以这个是整个专辑吗 不只是一张 还是她选择性的那些 好像有一两张 都是跟这个舞台剧 音乐剧 Musicals有关系的 所以她其实做事情 是很有她的想法 非常有想法 她走的每一步也很前卫 老实说 她就像好像她上春晚 她也是带领了一个 所以她现在做这个歌剧 也是在带领另外一个 先锋的行为 可是我觉得她也是 提供保佑她 你看她 她每做一个决定 都会成功的 对吗 提供 提供 疼人 我们不懂她 说不说 至少她选择 对 不要只做一个 Pretty Boy 对 这一点我倒是很欣赏她 对 其实如果你认为说 她已经经过很多很多 这个突破啊 很多很多个巅峰啊 她下来又有 另外一个巅峰哦 90年代的末期吧 那个时候张小燕 在台湾有一个 非常红的节目 叫做超级星期天 然后其中的一个单元 你记得吗 然后其中一个单元呢 是要找那些 失踪很久了的艺人 我记得 然后张小燕那个时候 就想出这个点子说 把那些 陶金银他 陶子他本身说 哦 飞翔是我的偶像 如果可以把偶像 找出来 大概多好 结果呢 他们就把这个陶子 送去美国 真的是找到这个飞翔 然后把飞翔带回去台湾 然后呢 就很快的 上了超级星期天 最高收视率 又很快的 又很快的签了 那个风华唱片 然后风华唱片 又是张小燕的唱片公司 整个东西是有铺牌的 我觉得是咯 我觉得是 可是无论是铺牌也好 不是也好 我觉得 又很成功啊 对啊 还是台湾人的福气啊 又把飞翔给请回去了 然后就在风华的时候 他又发了两张专辑 第一张叫做爱过你 其实这一张我真的是很喜欢 因为里面有一首是 英文歌曲 这首 我记得应该是 Juleen Roberts 史蒂布希 Notting Hill里面的一首歌曲 对吗 可是因为飞翔 他本身就是按摩牌嘛 所以我觉得他唱这一首 是不错的 我要听我要听 我们开来听 不过我要为大家介绍的 其实是专辑里的一首 爱过你 也就是专辑的主打歌 我非常喜欢 我想借这个机会 介绍给大家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 飞翔的爱过你 再见了 关于你和我的对与错 我站在屋顶望着 遥远闪烁的灯火 我不想爱你到最后 怕最初都摔破 若向前注定坠落 退一步也许能解脱 天亮了 心事会被匆忙都淹没 一直到想起了你 化作嘴边微笑一抹 不经意听人提到你 爱的人 爱的人又换过 几秒也可冷 已让我觉得不许慈悉 我爱过你 也把粉碎的那颗心 一片片溶解在月亮里 才有勇气能比谁都平静 那像个剧情 听你的消息 换一种距离 成全我爱你的心 天亮了 天亮了 心事会被匆忙都淹没 一直到想起了 一直到想起了你 化作嘴边微笑一抹 不经意听人提到你 爱的人又换过 别人怎么说你添薄 我却从不后悔 曾经爱过你 自然爱情最感动是过程 而永远不再结局 至少天堂有一度 曾来到了我的生命 听你的消息 换一种距离 成全我爱你的心 好 大家刚刚欣赏过呢 就是费翔的爱过你 是不是很好听了 是 你的事还是 没有 我陶醉了 我陶醉 OK 好 现在的这些 比较年轻的朋友呢 其实我觉得啦 对费翔其实不陌生的 因为近几年呢 他其实拍了几部电影 好像2012的《花皮2》 那个他是科串性质 不过在2016呢 跟最近的今年 去年啊 去年他拍的电影呢 都其实都非常受欢迎 2016的是《西游记》 然后最新的这一部呢 是《风神》 而且在这个《风神》呢 在《风神》里这个角色 媒体就把他拿来做话题了 你知道是什么话题吗 什么呢 因为费翔在《风神》里面呢 是裸着上半身 来演这个角色 这是你的重点吗 请问 还是大家的重点 大家的重点 其实也是我的重点 因为我觉得费翔他也是大叔 他六十多岁 然后以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叔呢 还有这种魁梧的身材 能够裸着上身来拍子不定 不简单哦 所以又成为大家的这个话题 跟重点了 应该是现在人会着重的重点吧 就是你到了某个年龄 但是好像回春这样子 我很想啊 可是我回不到啊 Come on 所以 费翔的身材真的是很棒耶 可是他真的怎么做到的 你这样子回想 我们刚才聊了这么久 你看他整个人生的过程 你说他提供儿子也好 但是 我觉得他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逆着 世俗要他做的事情而为的 对 那需要多大的一个能量跟勇气 对 你讲容易啊 可是你看 如果你是个当红炸子鸡的话 你真的会这么决定说 一然就放弃掉台湾就到大陆去吗 当然 而且那时候他还蛮年轻的 是的 那个是重点 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有点年轻 我现在真的是 可以讲他是偶像了 就是以他这些行为来说 真的是 以一个前辈 他能够做出这些很勇敢的决定 然后 装于自己了 我觉得 到头来是一个忠于自己的行为 而且另外一点是 他好像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歌迷跟影迷 他时不时都会出现 比方说他现在没有出专辑了 不过 诶 竟然会出现在电影 而且又搂着上班车 还是假的重点 他就是要告诉你 他会把自己活得很好啊 对 其实撇开 OK 不要以众眼光另外一回事 可是撇开那样 就是他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然后把自己活得很好 就让大家看到说 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他就是很多人的role model 对 所以这点就是让我 现在可以封他为偶像的 好 那希望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些话题呢 会给大家 对费祥会更深一层的了解 不只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偶像歌手也好 拍电影的明星也好 其实我觉得他的故事是非常丰富 而且是很有层次的 对 有多少个艺人是这样子呢 其实蛮激励人心的 他就是这样一辈子做了这么多事情 都是往心内心去走 然后他又带领了很多高峰 对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去YouTube再找他更多的资料 更多他的歌曲或者他的演出 重新再认识飞翔这位 不用重新 我们真的不认识 所以现在有一个原因去听他的歌了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他的歌 我就忘记了 好 你要再带一首 再介绍一首给我们吗 好 那我们这一首呢 就回到他初期第一章专辑里面的一首 英文歌曲翻译成华语的叫做 文别 不是张学的 我刚才要讲 张学有多吻别 他有唱吗 其实这一首呢 是六十年代 Petula Clark 一首非常红的歌曲 叫Kiss Me Goodbye 我觉得他 因为他按摩牌嘛 所以把这首歌 用中文词来唱出 也有他的味道 所以我们今天 就用这首歌去吻别 Kiss Everyone Goodbye Yes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我们下次见面了 拜拜 拜拜 还有谁像你一样 那么让我难忘记 海依旧 浪远依旧 但是我已失去你 哦 多少无奈 深藏在我心海 深藏在我心海 有什么让你了解我的爱 虽然还有情愫便利时候 但是我知道温馨你不在 在你心底 我像浮云飘逸 明天你已不再属于我 愿我的爱 愿我的爱 你永不忘怀 我永不忘记 我永不忘记 你永不忘记 我永不忘记 但是我已失去你 多少无奈 深藏在我心海 有什么让你了解我的爱 虽然还有倾诉别离时候 但是我知道温馨已不在 在你心底 我想拂云飘零 明天你已不再属于我 我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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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darling, kiss me goodbye My darling, kiss me goodbye My darling, kiss me goodbye